哈喽大家好,我是艾玛,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一期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萨尔维亚吸血鬼事件 当提到吸血鬼第一个出现在你老海当中的形象会是什么呢? 那吸血鬼呢,是一种民间的虚拟生物 它们通常以人类或其他动物的红色液体为食 在民间传说中啊,不死的吸血鬼会去造访它们的亲人 并在它们居住过的地方造成伤害 它们被描述成身着果实布,身体浮肿,面色通红或漆黑的形象 而通过现代艺术的加工 男性吸血鬼,高大英俊,风流倜傥 女性吸血鬼,妖娆美丽,性感多情 人们对它们有着不可抵挡的魔力 那说到萨尔维亚,它不光有优美的风景和亮蓝俊女 那更是以吸血鬼的传说而闻名于世 在英语中,吸血鬼的单词名为vampire 其实这一词呢,取自萨尔维亚语vampire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读对啊 因为我的萨尔维亚朋友就是这样读的 诶,你们怎么说吸血鬼那个单词? vampire vampire 18世纪的赛尔维亚发生了一起最著名的吸血鬼事件 该事件的主角叫阿洛德·保罗 后来他也成为了18世纪最著名的吸血鬼之一 相传呢,阿洛德·保罗出生在18世纪的 萨尔维亚梅德维基镇 该阵呢,当时还是属于 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的萨尔维亚地区 保罗在他青年的时候呢 在一支叫土耳其、萨尔维亚的军队当中服过一 在这里呢,我还在网上专门查了一下 主人公保罗参加的战役是1717年 奥土战争中 奥地利·贝尔格莱德维攻战役 1727年的时候呢 他福万一呢,就回到了家乡梅德维基镇 回到他的镇上的时候呢 他就在当地购买了顺母土地 打算以后呢,以乌龙为生 那因为他的性格综厚、善良、温柔、老实呢 就得到了乡名的普遍好感 很快啊,他就和附近的农场女孩订了婚 那订婚之后呢,未婚妻就发现了 保罗时不时的就显得很忧郁 再三追问之下呢 保罗终于道出了实情 原来啊,保罗在服役的时候呢 有一天,他不小心受到了一只吸血鬼的攻击 于是呢,他就沿路一直追赶吸血鬼来到了墓地 并将其杀死 在杀死吸血鬼的时候呢 他就立马用吸血鬼的血呢 清洗了自己的伤口 那这件事情呢,虽然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保罗呢,就一直郁郁寡欢 因为他很担心这个伤口呢 会使自己变异 在一个星期之后啊,很不幸 保罗在一次事故当中不幸死去 那很快他的遗体呢,就被安葬了下来 之后呢,他的未婚妻啊 就把保罗遭受吸血鬼攻击的这件怪事 告诉了他的好朋友 那他好朋友呢,又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他好朋友的好朋友 在保罗死去的第三个星期之后呢 保罗是吸血鬼这件事情 便在整个社区传开了 整个社区呢,陷入了一片恐慌 而且呢,与当时发布这个报道的那四个人呢 也先后莫名其妙的死去了 那为了平息这与恐慌呢 人们决定掘开保罗的坟墓来一探究竟 在保罗被下葬的第40天之后呢 保罗的棺材被再次掘出 当人们移开棺材盖子的那一刻呢 人们惊呆了 保罗看起来就像是刚死去时一样 在保罗死去的皮肤下面 竟然还长了一层新的皮肤 他的指甲呢,也在继续生长着 而且当人们刺穿他的胸膛的时候呢 竟然有血液喷涌而出 那这个迹象呢,就足以表明 保罗就是一个吸血鬼 于是呢,人们把他的尸体钉到木桩上 那这个时候啊,尸体竟然发出了一阵呻吟 人们立马用刀砍断了他的头颅 并且烧毁了他的尸体 为了以防万一啊,人们也以同样的方式 处理了那四个莫名其妙死去的人 那事情到这里呢,本该就结束了 但是呀,事情却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1737年在维也纳的一个小镇上 一个女孩向镇长投诉说 在半夜的时候呢,有一个叫米洛的男人 而这个米洛呢,是最近才刚死去的人 于是呢,整个小镇乃至整个维也纳 又再次陷入吸血鬼的风波当中 那为了彻查此事呢,奥地利君主呢 就任命当时的外科医生 约翰尼斯佛罗肯格呢 对此事进行调查 那同年12月的时候 佛罗肯格受到伪命 他就到了保罗当时的故乡 梅德维基地区呢 对此事进行调查 并收集相关信息 后来人们把米洛的尸体 从坟墓里面掘出来发现 米洛的尸体和那个保罗的尸体的症状是相似的 于是人们也割断了米洛尸体的头颅呢 并对尸体进行了销毁 那有人不禁要问 为什么在1927年已经平息的吸血鬼事件 再次发生了呢 原来有人就传言说 在保罗死去的时候 曾经将那个 传他是吸血鬼的那四个人的奶牛 也变成了吸血鬼 于是佛罗肯格就马上下令 让乡民们挖出这几个月来 所有人死去的尸体 他们一共就挖出了40具尸体 在这40具尸体当中 有17具尸体呢 疑似吸血鬼 于是呢 他们把这17具尸体呢 也给处理掉了 后来呢 这件事情就已经完美的结束了 在1932年的时候呢 佛罗肯格呢 就回奥地利 向奥地利君主复命 后来呢 他的报告集呢 就被整理并且出版 而且呢 一度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 那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吸血鬼呢 他的名字叫 萨瓦萨万诺维奇 传说啊 他住在一个水墨房里 他以捕获来这里 碾粮食的农民为生 电钥区 就是这样一个恐怖的传说 并没有让当地的居民感到害怕 因为当地的居民觉得在这几个世纪以来 萨丸诺维奇并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那后来这个水墨坊就日益被荒废了 那人们就开始惊慌失措起来 因为人们害怕萨丸诺维奇没有居住的地方 进而对人们进行报复 那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 这个水墨坊被一个叫雅各蒂奇的家族所收购 那这个雅各蒂奇家族非常善于经商 他收购这个水墨坊之后 就开始把它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这个旅游景点吸引了来自塞尔维亚各个地区的人民 那直到有一天水墨坊突然坍塌了 人们才开始惊慌失措起来 那旧人政府也发表通告说 希望人们尽快修气好这个水墨坊 但由于当时是冬天 修气工作只好等到来年的春天再进行 于是这个冬天就变得特别的难熬 政府给人们想了一个点子 让人们在每个房间里摆好有大蒜拼成的十支架 因为人们觉得萨丸维亚他不喜欢大蒜的味道 一旦你放了大蒜在每个房间里了 他就不会再靠近了 所以当地的大蒜在当时卖得可好可好了 当地的政府也太精明了吧 我听说萨丸再回来了 什么时候 那吃大蒜有用吗 如果吃大蒜就能够用 如果吃大蒜就能够用 好,马上去买大蒜 请不吝点赞,完勺 如果你想要更多美丽的故事 谁是怎么做的 请不订阅 然后是来自订阅 干什么 感谢观看